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年底了 送给辛苦的自己 人 为什么在乎钱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钱代表了安全感 有钱 一旦家人需要的时候 不至于 两手空空 人为什么拼命赚钱呢 因为赚钱能使我们的生活 好一点 父母辛辛苦苦养育我们 谁都想让他们安享晚年 有钱想去哪儿就去 可以读万本书 也可以行万里路 有钱想做什么都能做 对衣食住行的追求 全凭自己喜欢 买东西 不用思前想后的笔价 想花钱 不用担心 入不敷出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对钱的贪心 大抵是因为 钱 是生活的必需品 这些年 这些年真的累了 为了赚钱 面对生活给的刁难 独自把泪水 如果能够轻松一点 如果能够自在一点 谁愿意这么疲惫 我们都是被生活的压力 裹挟着前行 没有人能够例外 委屈 自己咽下去 难处 自己忍耐着 这些年 人挺累的 心挺烦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感同身受 唯有自己 最懂自己 在最艰难的时候 一遍遍地 说着加油 重复给自己听 也许有人会说 看你光鲜亮丽的样子 一定很轻松吧 别人不是你 体会不到 你有多难 多累 别人能看到 你前进的步履 却感受不到 你脚底的血泡 别人能看到 你脸上的微笑 却不知道 你转身 留下了多少泪滴 人到中年 你就明白了 自己过得好不好 唯有自己的心 才知道 可人生的路再难 也从没有说过放弃 因为真的害怕 一旦自己松懈了 钱没了 赚不来了 需要的时候 体会求助 无门的心酸 当你没钱了 亲人躲着你 朋友远着你 甚至和你 同床共枕的爱人 也会责怪你 年头年尾 又是一年 希望新的一年 没事少矫情 有空 多赚钱 希望我们每一个 为生活努力的人 在有人陪伴的时候 都能笑得很甜 在没人鼓舞的时候 都能坚持下去 不忘初心 不挫稚气 活得 永远灿烂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亮再看和赞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 或者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朋友看到和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